大家好 我是日本家的美奖 这一期视频我们来到了大阪府下的届室 来看中古的一户建 虽然一户建是一个中古的1991年建成的 不过它的构造是非常棒的 它是钢筋混凝土造的 而且它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的 有302平方米 整个户型是一个四居室 整体使用面积有155平方米 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左侧附带了一个超级大的草坪 它有这么大的土地 我们还有什么会更多呢 就是我们的停车位 停车位的位置就是这里 可以停下三台车 停车场对于我们车的大小真的是毫无压力 我身后这片绿油油的位置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超级大的草坪的位置 这片草坪的面积据目测大概有70至80平方米左右 有这样一片草坪 我们夏天可以在这里烤肉 或是给孩子搭上一个小滑梯 作为一个游乐的场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虽然我们房租呢是建于1991年的 不过我们的室内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翻修 那现在呢我们一起进来看一下里边是怎样的天地吧 玄关一进来就感觉到是非常的敞亮 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客厅的位置 那整体格局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一步一步看起来吧 玄关进来右手边就是我们一个超级大的客厅 客厅的整体面积呢有25体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客厅位置 身后呢是餐厅的位置 采光呢是非常不错的 所有方向都有明亮的采光窗 那刚刚说过呢整个房间是具有非常明亮的采光的 不过我们的主采光面呢是面朝草坪这边 而且是朝一个正南向的 有采光窗呢它还有另一个优点 就是整个房间的通风还是很不错的 看我们的窗帘在飞舞就知道它的通风是有多么的棒了 这边是我们的厨房的位置 厨房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的宽 比我的臂展还要宽哦 而且我们厨房是纯白色的 看起来非常的清晰 厨房身后的这个空间呢 其实我们可以自由发挥一下 做成一个手工工艺的位置呢还是很不错的 房子的动线设计可能稍微有一些复杂 厨房的右手边过来之后 它的右手边是我们的洗漱区 左手边呢还有一个置物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我们放点什么好呢 洗漱区域的设计呢 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看见的一部件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我还是很喜欢的 虽然置物的功能呢稍微少了些 不过还是很现代的 一体式的浴室呢当然是标配了 还有我们通风换气的小窗子 再向身后的位置呢 左手边是我们通往二楼的楼梯 不过我发现身后呢 竟然有一间卧室在 哦对了右手边是卫生间的位置 一楼的第一间卧室呢 是一个传统和风卧室 面积非常的大 竟然有八铁大 那这个房间呢 我们来客人啊 来不亲房好友都是可以完全居住的 或者日常带小房在这里玩耍呢 也是完全OK的 一楼的整个动线设计呢是一个回形的 我们从刚刚的客厅穿过去之后 一直绕回来去又回到了楼玄关的位置 左手边呢通往二楼的楼梯 我们先上去看一下 从楼梯上来是右手边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休息休闲的区域 这个区域呢我们平常啊 月上三五好友打打麻将 喝喝下午茶聊聊天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后面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的楼台哦 这个小区域呢竟然还配有了一个洗手台 我觉得对于日常生活啊 它是非常方便的 台的朝向呢就是我们刚刚入口处 正面玄关的位置 和停车场呢是一个朝向 然后呢就是三间卧室的 左手边呢是我们二楼的卫生间的位置 正间旁边的第一间房间呢 它的面积啊是三楼间最小的一间 它虽然小但是它也有七点五铁 朝向呢是朝北向以及西向的 这边还带了一个敞开式的小少纳 再来看一下另两间房间 它的侧面的这个房间呢 它是面积有八点二铁 它整个朝向呢是一个朝西向 以及朝南向的 那之后呢我竟然没有发现收纳柜 我还以为这个房子竟然遗憾的没有收纳 不过我们这边墙后也有冬天哦 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里边的位置到底有多大呢 里边是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上面可以放下面可以挂 楼梯左手边的这间房间是我们最后的一间房间了 这个房间的面积呢有八点三铁 它的朝向呢是一个朝南向以及东向的 它是可以贯穿这个前面的大露台的 而且右手边有满满一面墙的收纳 房间是可以作为主卧而使用的 我发现它这个房子是非常棒的 每一个房间都有两扇采光窗 而且采光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大房子看完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房子的售价 目前的售价呢是4480万日元 一切是南区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它是属于一个山坡上的位置 那这个房子的优点呢就是我们的住宅环境非常的良好 而且土地面积大还附带一个小院子 像这样的住宅环境在大阪市内呢是非常难实现的 就算实现的话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房子的缺点呢我认为只有一个 就是它的交通设施以及生活啊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 住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出门呢就要靠车来实行了 买房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是要有取舍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大院子 而且住宅面积又大的话 那这个房子呢不视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个房子呢记得来来点击我们 那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就说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